昨天我們就說了那個所謂追薪的問題 在大陸發生一些國企追薪事件 尤其是金融機構追薪 燒到香港 我們一向就覺得不是什麼回事 大陸是野猛的 喜歡做什麼都可以 中國特色的金融機構是這樣的 你解釋不到你就拿中國特色出來 遮醜就可以了 或者另一種解釋就是黨組織生活令你離開不了 凡是你冠以中國特色你就解釋通了 我不明白了 領導才會明白 主席才會明白 所以才叫做中國特色 正如現在 習近平說三中全會 我都懶得很認真地逐字逐句去說 簡單一點來說 為什麼這些說到這麼虛 又說中國特色現代化 然後他又說深化改革 其實就不是深化改革 就是所謂改革開放 他現在要深化 深化來計 就是改革獨立 這個叫做改革封閉 不是改革開放 是改革封閉 我們正常人的理解就是改革封閉 而事實上 習近平因為 那個國際形勢複雜多變 不僅止現在 你美國跟你打貿易戰 不僅是美國跟你打關稅 歐洲又跟你打關稅戰 甚至乎 印尼現在都加你關稅 正正就是因為前路太過迷霧了 他自己都看不清方向 所以你們一個二個 不要說那麼多 大家專心 總之我們有政治信仰 我們要信任黨 所有事情交給黨去幫你處理 黨會自會安排所有事情 做好兩個維護就可以了 總之 其實呢 今年現在講的三中全會 我們講是一個中期 中短期五年計劃 但是他現在講的東西 就是所謂路徑依賴的第二個一百年 主要就是第二個一百年的目標 第一個一百年就完成了 所謂全面脫民貧 全面小康 第二個一百年 就是要建造一個 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 就是主要做這件事 現代化 如何為之現代化 中國特色現代化 總之我在這裡 習近平做主席 中國就有現代化 你不明白 什麼叫現代化 你聽到他名為止 背 背到 抄寫 抄到你名為止 你不明白了 所以永遠就要中國特色 這四個字 你相信他那一套 你不就聽他怎樣 就是這麼簡單 就隨他說 你會見到 今時今日 習近平策略不外乎如此 總之國內 無論是政經 都是繼續在這裡 收權 掠奪資源 至於對外的話 他什麼都不理 最重要就是傾銷 賺外匯 所以我們才在說 一件事 他要做的就是 補出口 不補匯率 補地方財政 不補小業主的利益 現在是補銀行 金融上面 補銀行資產 但不補小股東的利益 所以 這麼久 割韭菜 我們就說了 因為 《華爾街日報》 上個星期 他做了一系列 雖然他炒了 現在的記協主席 但是他做的過程 還是值得看的 很無奈 他就說過 現在所謂的中國衝擊2.0 力穀出口 為什麼 PPI出廠價格 跌極 那些出口 現在賤賣 賤賣的過程產能 出廠價格是跌的 但是 你看到出口 出口額 總體海關的出口額 是多的 即是說 他現在的賤賣策略成功 是賣到貨的 所以印尼才要害怕 是不是 因為 連印尼 他自己 本身 印尼 或者整個東南亞 他本身就受惠於 這個疫情期間 中國的那個 因為封城 而導致出口 造差了 大家便將 那間廠 進一步搬到東南亞 所以 這些地方 近三四年 工業發展得很好 但問題 就是 當你中國現在這樣傾銷下來的時候 就是他發展中的工業 都被你打死了 我現在再 再有一個 我現在是肯定 即是我們 上個星期 我們一早說 習近平是 減定行車線 棄回率 補出口 今天 再有一個新的例子 或者再有一個 新的動向 發現 是證明了他現在 是減定了這條行車線 我們就說 喂 其實如果你棄回率 補出口的話 其實如果 除非你可以全面地 可以自給自足 你不需要美元 你不需要用外匯來買 一些你自己 供應不到的糧食 糧食不可以自給自足 你戴豆已經不可以 其實中國的銅都難 你會見到 只要你不能夠完全 自給自足的話 你棄回率的話 你就等於 你會輸入性通脹 人民幣是便宜的 便宜 你就要用更貴的人民幣 去買大豆 你要用更貴的人民幣 去買美元 然後去買大豆 所以變成輸入性通脹 有些人 現在就不理了 怎麼不理呢 其實就是 今天南華早報,我先說這件事 今天他引述一些大陸學者 他說習近平已經準備好了 迎接特朗普真的贏了大選之後 那個貿易戰,因為特朗普一早就說明 就是說,他跟拜登不同 拜登呢,他就會選一些戰略性的商品 加關稅,我打算不賣給你,我才加 你的高端晶片就是這樣 AI晶片就是這樣,我預料不賣給你 所以我加勁都沒所謂 今天就是南華早報的一篇文 我覺得是放風,可能是拋浪頭 Donald Trump你跟我說貿易戰 我現在要告訴大家,全世界人 習近平就是不怕你,不捨你 你就打吧,因為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幻想一下 這個中全會,三中全會 面對黨內質疑 喂,Donald Trump真的當選之後 會打貿易戰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現在習近平透過南華早報放風 他怎樣為之放風呢 他主要整篇文章 他就是引述這個人 陳鳳英 剛剛我起了這個底 陳鳳英就是這個阿婆 就是這個阿婆 這個陳鳳英呢 就據這個南華早報說 他就是來自於這個叫做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的研究員 而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呢 就是跟這個國安局呢 其實這個關係很密切的 就是所以呢 你可以這樣說 可以代表多國家講話 不會亂說 喂 為什麼你可以對著南華早報說 習近平已經準備好了 是吧 他就是講這件事情 他主要就是 英文就不看了 這個南華早報很快就已經有炒稿了 這個就是來自於觀察者 是吧 他就是講了 習近平已經預見了 他就說 有很多學者在分析說 是吧 尤其是呢 就是剛剛說的陳鳳英 就說 中國或者會面臨關稅海嘯 現在就是中國的心態 跟以前不同的了 就國內政商界幾乎已經正對 就是已經做好了這個所謂底線思維 打就打 不談的話那怎麼辦 不談的話呢 就是如果你真的打關稅戰的話 60%關稅 就是不用買中國貨 就是不用買中國貨 那就是說他全面脫歐 全面脫歐是什麼意思呢 以前 你說 就是大家 有所進退 在那裡交易的時候 找什麼 萊達希澤 和劉鶴在那裡交易的時候 大家會講數 是吧 嗯 但是現在 如果你一來就說要打60%關稅戰的話 就不用商量了 就等於完全脫歐了 以前要商量 就對中美關係有所忌憚 如果不商量的話呢 以前商量的話就會對中美關係有忌憚 現在不商量的話呢 就索性叫脫歐 你已經決定了 那說什麼 沒得說了 或者 你在說 全世界的廠都在說 China plus one 的時候 那你中資的廠 他自己本身都在做這件事 如果你有看 例如你留意 日經中文網都很強調 喂 你現在比亞迪 那些都在墨西哥那裡設廠 也都在享受著 北美自由協定的優惠 而剛才那個就是 拿正牌 就跟南華早報講話的那位學者 陳鳳英就說 以前就很恐慌 對著特朗普打的貿易戰 但是隨著 通過開拓中東和中亞這些新興市場 中國已經組建了自己的全球貿易模式 又同時間又國內國外大循環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發展新格局 我們已經開始逐漸適應了 我們一直都通過供應鏈的遷移 來消化關稅 什麼叫供應鏈遷移 就是在外面設廠 你說什麼 你說幫東南亞的廠買多些貨 中國就在那邊設廠 所以都有網友在我們講這個 印尼收關稅 講印尼收關稅那一集 都特地留言 有沒有留意一件事 就是無論說印尼 泰國、越南那邊 中國享有一個信超的同時 其實很多時候只不過是說 奢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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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奢 現在說中國已經適應好 你就加了 現在說真的 主要最大傷害就是中國 失業率就會很厲害 本身就已經厲害了 失業率就很厲害 你現在 習近平要避的就是關稅 避得開關稅 只要繼續做到生意 繼續有外匯回來 那就OK了 國內人民就上山下鄉了 最重要的是 企業都還能出到糧 因為中國到現在 仍然是一個依賴出口的經濟 對 主要這篇文章 大概是講這些 其實 可以選擇的話 最好不要打貿易戰 我覺得這篇文章 其實就是 這就是玩美國佬的遊戲 用傳媒來放風說話 然後就拋浪頭說我不怕 其實南華早報就是在服務 現在這個功能 或者反過來說 你川普玩Twitter治國 全世界都追蹤他現在的Social Truth 反過來一件事 我們都跟你打輿論戰 因為你川普和萬事都公開講會 針對中國的時候 我沒有理由不回應 現在就用一些迂迴的方法去回應 他說 川普的做法很大程度上 就是測試他的權力和職位的極限 以前就是 以前就是 所以現在的學者就說 他第二個任期 是會更加可怕的 因為其實他有經驗 他知道什麼做得什麼不做得 他的目標可以很明確 雖然他是會更加可怕 但是中國已經做了更加壞的打算 現在這個所謂馬羅 就是來自於經濟學人 智庫的首席經濟學家 Nick Marrow 他就說 如果川普當選的話 你收得60%的關稅 更加高的關稅 一個途徑 其實就是直接取消 和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係 就是等於恢復以前世貿之前 就是中國入世之前 那個貿易關係 所以其實美國 政界吹過一個風 就是要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 是啊 但是他們這樣說 除了這個南華早報之外 今天我看到《信報社評》也有說 大概都是說 其實現在不需要再有更 不需要再有什麼期望 不需要對川普有什麼期望 做好最壞打算 然後就想中南亞 東南亞 就算香港這樣算 其實現在也要走這條路 現在你香港 李家超很頻頻出訪 那些東南亞國家 就說接下來 他今天好像有宣佈 他說會出訪 東南亞那些國家 要溝通他們 然後 就說要 怎麼說 最主要 是想加入RSEP 但是《信報》的說法 《信報》現在 他就說 我只看到他 《信報》今天的社評才說 他說修老鋒 就說 主要現在是日本 就是在阻攔著 現在是日本在阻撓著 所以 早半年前已經在吹這件事了 我們都說過很多次真正的理由就是 在中日關係這麼緊張的環境下 給你香港進去 變相是否中國有兩票 是啊 《信報》的社評 今天說 李家超 不用想歐洲 總之 現在香港重頭戲來講 就交入RSEP 做多些東南亞生意 這樣 但是 你都不可以完全不理歐美 你香港的價值就是跟歐美的關係 但是 反過來要說 一件事 現在是說 供應鏈 始終都是歐美給錢 OK 你說什麼 China plus one 然後 將那個 產能 放了 去東南亞 但是 東南亞 那一班 中產 其實他們都是依賴美金 都是依賴歐羅 嗯嗯嗯嗯 即使是 OK 去到現在你說 例如新加坡 因為 很大程度上 他們都是在吃中國水 所以 那個經濟停滯不前 但是問題就是 你最大的那張單是 在中國 還是在歐美 嗯 是啊 所以呢 你買家的市場 的來源就是在歐美 所以如果你說 你都很難避開他們 而信報的 信報的建議就是 喂 香港呢 其實都是要去政治化的 就是 你告訴別人 香港是一個和氣生財的經濟體 是吧 重商業輕政治 不對任何國家地區 構成威脅 這樣 是吧 但是 但是我們又這樣說 你在第一節說 鄭家瑜事件 那裏 喂 你問那些傳媒信不信 當然不會 你連記協都不讓他生存 其實是 你現在就是 逼他入窮行 記協派 反過來 我們講 東南亞國家很多是獨裁 大問題 你猜他們有沒有網絡 在Wall Street Journal那裏 他們都有的 雖然說 影響力小一點 大問題 他們可能在買 這些傳媒的諮詢服務 他們都知道 香港發生什麼事 最少領導人 這些就是 經濟佬 經濟佬當然想去政治化 和氣生財 不要說那麼多政治 不要說那麼多國安 找四方錢 你現在整天說 什麼叫做 簽級聯繫人 超級經濟 什麼增值人 你的聯繫也有問題 現在叫做超級發財點 超級發財點 你發財在哪裏 你現在就交入RCEP 但是他就說 現在這裏說 日本 是美國的盟友 主要的 有傳聞就說 香港現在都進不了RCEP 主要的阻力 來自於日本 其實日本以外 還有澳洲 澳洲 紐西蘭就未必的 紐西蘭就 不夠大 和紐西蘭相對之下 也有中一些 即是有拱一些 你沒辦法 始終你當地華人多 香港就是這樣 而呢 你